《紅金寶》為香港國際電影節拍攝特刊封面 之後更會扮演講座和大家分享經歷 但他就說不會帶兩個孫子去 千萬不要叫他 他覺得這個老人很沉悸 很麻煩 對 你說帶個孫子 我帶你去玩 兒童樂園 他說OK 聽說話就不好了 好像他來我家睡覺 都是我老婆受他的 我就看 哈哈哈哈 我說說一次大聲一點 他以後都不來 睡覺晚上在嚇我 不要吵 以後的孫子就來一罵我 不要吵 睡覺 所以都不敢大聲說話 他又說最想和三個兒子一起拍戲 會不會想想三代同堂一起拍呢 先想想兩代 兒子和我 其他太早了 不要亂想 做什麼想事啊 不要亂想 有一點念頭就行了 剛剛過完67歲生日的熊金寶 就說生日願望想長命一點 多幾個孫子抱一下就更好了 生日願望就是 爺爺長命千歲 哈哈哈哈 爺爺多點時間在這裡 有多點時間買東西給他們 我其實又不是想太多 十幾個 差不多 小時候二十個 我們是以足球隊的 十幾二十個 因為我有三個兒子 一個女兒 你想想他們也算起來 十幾個不是太多 叫了她 哈哈 上個禮拜才跟他們說 喂喂 希望能生一個女兒 你對兒子說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